而今年到目前為止 全臺已經有十七萬六千多名 新增確診者 這當中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七五 都是屬於輕症或者是無症狀 但是也有四百五十人是中重症 三十三個人死亡 醫師特別提醒 Omicron並非都是輕症 像是用力呼吸才吸得到空氣 或是沒有發燒卻心跳加快 都可能會導致休克 而另外腹泻和尿量減少 也都是警訊 要儘速就醫 二十多歲吳曼星病史 也打完三劑疫苗的年輕女性 確診新冠肺炎後病程快速 急救無效去世 有醫師分析 這幾個案顯示出 Omicron亞型變異株的一些非典型症狀 例如過去比較少見的連續腹瀉 民眾和臨床醫師都要提高警覺 醫師分析 其實這位二十多歲個案是極罕見的案例 民眾不要過度恐慌 但是也要謹慎看待Omicron 雖然相對於武漢豬和Delta豬 Omicron相對為輕症 但是絕對不能看待為一般感冒 建議輕症在家照護的民眾 要監測血氧 也要留意是否有重症的前兆 感染科醫師提醒 像是走路會喘或是胸悶 臉色蒼白或心悸等 可能就是心肺衰竭的前兆 另外像是要用力呼吸才吸得到空氣 沒發燒卻心跳加速也都可能導致休克 確診民眾如果類似症狀 一定要趕緊就醫 記者說林堅臺報導